痛起來真的很痛 而且痛了手都不能舉高 許多人肩膀疼痛無力 手無法舉高時 往往懷疑自己得了五十肩 事實上肩痛並非都是五十肩 而可能是在我們的肩膀裡 穩定肩關節的重要肌肉 旋轉肌受傷所造成 五十肩它是關節囊的發炎软縮 所以病人主動抬不起來 但是我被動幫它拉 它也拉不起來 因為拉起來的時候 關節囊就會限制住它 一般來講旋轉肌斷掉 就是肌腱斷的 肌腱斷的它主動的動作 沒有辦法做 比如說我們請病人抬手 他可能沒有辦法做 但是我幫他拉 是拉得起來的 但是有些時候 在初期是很難區分的 因為肌腱斷掉它會造成發炎 發炎也會讓關節囊變僵硬 所以在旋轉肌斷掉的發炎期 很像五十肩 這時候大概就是臨床醫師 在做理學檢查 確定它的特定的肌肉是沒有力氣的 這樣才可以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旋轉肌施裂傷呢 我們可以分成 外傷性的跟肺外傷性的 大部分的病人 多為肺外傷性的 就是他可能拍個中午呢 一個不小心就聽到肩膀 啪一聲 或是突然覺得肩膀痛起來 覺得怎麼突然沒有力氣 他的肌腱就斷掉了 外傷性呢可能他是跌倒 或是肩膀一個撞擊 導致斷裂 一般來說年輕人很少見 都是長者比較容易發生旋轉肌的 撕裂傷 大部分病人 除非是全部斷掉 如果只是部分的斷掉 最主要的症狀 還是痛 這個痛呢 跟肌肉筋膜的疼痛呢 有一些不同 一般肌肉筋膜的疼痛 在你休息的時候 它其實是應該最不痛 但是旋轉肌斷掉呢 你休息的時候 手一放鬆 因為它拉扯到斷端 反而是在休息的時候 特別疼痛 旋轉肌的治療 我們可以分保守治療 跟手術治療 保守治療包含 疼痛的控制 就是給一些消炎脂痛藥 以及復健 對於年紀大的張者而言 如果對功能不是需求那麼多 那就是以保守治療為主 但是如果相對年輕 它未來還需要使用的時間很長 它的功能需求很多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會做旋轉肌 斷裂出的縫合修補 為什麼保守治療 也是在旋轉肌的治療裡面 佔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有些時候肌腱斷掉 它時間久了 或者是肌腱退化太嚴重 手術是沒有辦法縫合的 這個時候 病人在好的保守治療 跟復健的訓練之後 他的手還是可以抬起來 手術治療的部分 現階段比較常用的一個手術療法 大概都是使用這個內四鏡手術 把旋轉肌做縫合修補 縫合修補完了之後 這個斷掉的肌腱 它要重新長到骨頭裡面 它需要六週時間 所以在前面六週的保護很重要 但是六週的保護 常常也會導致肩膀的僵硬 所以要在好的保護底下 又可以做不影響肌腱 癒合的復健動作 病人的臨床療效才會得到最好 健康 健康 中文字幕作用